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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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歡迎選修自動化工程導論 我是台灣科技大學蔡明忠老師 我是台灣科技大學蔡明忠老師 第二單元我們要介紹自動化 集電元件與控制介面的介紹 這單元包含了幾個部分 第一是自動化集電元件的重要性 接下來是數位介面與訊號處理元件 接下來是輸入元件與介面介紹 跟輸出元件與介面剪接 數位與類比轉換器與一些應用 最後我們介紹控制器通訊與驅動介面 接下來我們介紹自動化集電元件的重要性 首先我們介紹自動化集電元件的重要性 首先我們介紹自動化集電元件的重要性 一般自動化設備主要包含四大部分 像控制器、自動器、機構、感測器等 是自動化設備的主要四大部分 除了上述的四大要素 還有許多自動化元件 像輸入、輸出人機的元件等 都是自動化設備與系統整合的必要元件 像訊號處理元件 類比跟數位轉換 數位跟類比轉換 以通訊介面 這些也都是一個數位控制器 要跟周邊來溝通的重要元件 那輸入元件 作為控制器收集外界資訊 以進行控制決策的主要依據 那輸出元件 就是要控制像驅動馬達、油氣壓或燈號顯示等用途 那我們來看一下數位控制器的輸出介面 以數位控制器的這個角度 來操作數位控制器的 有操作的人機 所謂的人機就像我們一般的按鈕 還有螢幕等等 跟人溝通的一些裝置 那對於設備端 主要就包含了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輸入 輸入還包括數位輸入 像ONOFF 還有比較高頻率的脈衝 另外一個就是類比輸入 針對類比式的像感測器或是周邊 需要透過類比輸入的轉換元件 才能進到數位控制器 接下來 我們會針對數位輸出 像要做一些 一些周邊的控制可以透過數位輸出 有低頻的一般的ONOFF元件 也有所謂高頻的 脈衝輸出 像控制似乎馬達 步進馬達等等 那如果針對類比裝置的控制 像很多 罰件 類比的自動器 都可以用類比輸出的元件來做控制 最後一個是通訊界面 透過通訊的方式 像232485 422 Wifi Ethernet 藍牙等等 這些都是數位控制器跟外部做通訊 一個很重要的裝置 也是現階段 在做物聯網或是M2M 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關鍵技術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自動化機器電元件的總類 剛剛從控制器的角度來看 當然是包括所謂的數位處理元件 輸入跟輸出等 那如果數位處理元件 像放大 類比數位轉換 數位類比轉換 跟通訊界面 這些都包含在數位通訊元件裡頭 輸入的話 就是一般的按鈕開關 先動開關 切換 極限等不同的感測器 都屬於輸入元件的一部分 輸出元件 像指示燈 計電器 固態計電器 電子接觸器 電晶體元件等 都是屬於輸出元件 可以作為 控制周邊裝置的一個輸出介面 那這些輸出介面的接點型態 通常要分機械式的這個接點 或是電子式的 當然如果在高頻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以電子式的為主 我們來看一下電器接點 這些開關的定義 包括ABC接點 所謂的A接點 事實上稱為開路接點 也常稱為所謂的NO接點 也就是通常的時候它是開回路 那動作以後才會變避回路 那B接點是避路接點 平常的話是避路的 那開關動作的話就會變成開路 另外有一個C接點 就是共同接點 就是共同接點 可以切換從C到A或C到B 這是C接點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說明一下 ABC接點之間的關係 開始狀態 C跟A是開路 C跟B是避路 就是所謂的常開常避的狀態 當有作動的時候 兩個接點的狀態會互換 也就是說A跟C會變導通 C跟B會變開路 這是動作的時候 像右圖所顯示 那一般的這接點 可能可以包含幾個 比如說單一的EA接點 或單一的EB接點 或有的有EA、EB的這個接點 甚至有2A、2B等多組輸出的接點 另外A、B接點使用的差異 我們分別介紹在電路中跟程式中 事實上有明顯的差別 比如說在電路當中 開路的符號 像圖下使用到 靜電器R1 則表示它使用的是A接點的輸出 那R1在上方的電路當中 它採用的是 所謂的B接點 也就是採用B接點的輸出來 當成電路回路的一部分 所以從電路圖當中 我們就可以知道 你要接的是常開接點 或是常臂接點 那在程式當中 這個正向邏輯 開路接點 事實上是表示正向邏輯 那如果閉路的部分 事實上表示反向的意思 跟實體的常開常臂 事實上沒有必然關係 比如說圖當中 S0Y0 它採用的接點 它表示是正向邏輯 也就是它取的是 接點A的符號進來 那S1的部分 用的是閉路的接點 事實上它代表是反向邏輯 也就是把S1原來的這個邏輯 把它做反向處理 再到程式中進行運算 那這兩個事實上也蠻大的差別 使用上要特別留意 好這張我們介紹的自動化計電元件的重要性 以數位控制器的角度 這些元件都是必備 而且非常重要的 那後續我們會針對不同的 總類的元件進行 進一步說明 下一集也將介紹 數位介面跟訊號處理元件